要该怎样跟你们描述这里的冰雨雪呢 这是我上次来藏东南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有人这么说 这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美 他们欢呼 惊叹 但当看完流浪地球后再次来到这里 我终于找到了最恰当的形容词 这里也太流浪地球了 横跨整个中国 我带大家寻找现实中的流浪地球 当东南这片神秘地区 向来以交通不变而闻名 拥有着无数优深的隐秘峡谷和冰峰丛林 6000米以上的山峰多达303座 5000米山峰更是多到数不清楚 作为中国的未登峰天堂 长年来吸引着无数的摄影师和雪山冰川爱好者 说来都要感谢日本籍的探险家中村保老先生 使他向全世界打开了藏东南山地的神秘大门 齐笔下著作《喜马拉雅山以东山岳地图册》 是第一本全面详细介绍藏东南 及横断山区山峰资源的书籍 穿越茫茫的戈壁 走过温润的河谷 触摸亘古万年的冰川 守候雪峰的日照金山 在让人沉醉的圣湖边 贴近世界之巅 让我不禁想起那句最爱东山晴厚雪 软红光临泳银山 地球上几乎每一块大陆都有冰川 它是我们所消耗的淡水的重要来源 然而 这不可或缺的资源现在正面临着威胁 冰川都在慢慢死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的冰川 正由于气候变化不断加速退缩 无论如何努力限制温度上升 世界遗产地中有三分之一的冰川 注定要在2050年前消失 莱谷冰川群 达波雪山冰川群 白马雪山冰川群 孔嘎雪山冰川群 乐浦沟雪山冰川群 布加雪山冰川群 这些或听过或不熟悉的冰川 就在这人际罕至之地 守着自己的那份耀眼 静静地等待了上千年 然而 世界上的许多冰川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都会消失 还有什么理由不现在出发呢 在冰川未死之前 寻找地球上独一无二的蓝 遇见最美的藏东南 我们探险部团队历史五年 几十次前往这片人际罕至的大美之地 深度探索 共组织了三百多名队员 圆满穿越了藏东南路线 这一程 没有强大的体能要求 全程越野车安全保障 只需要一颗向往自由的火热心脏 就可以立刻上路 坚持得 此生无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里 vert,' þ아à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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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àá